嘿嘿 我們全新計畫今年即將登場 今年想要帶給大家就是全新的Jerry Plus計畫 什麼是Jerry Plus呢 因為其實我們去年一整年比了超級多比賽 那其實到現在身體已經我覺得壞得差不多了 所以今年剛開始我們準備想要設定一個目標 在年底來挑戰 但是在這個挑戰之前 我們需要先把這個身體給修復好 那從現在開始我們即將會去做一些 不管是運動按摩或是幫助恢復 來把我們Jerry Plus的計畫可以成功完成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地方是板橋 然後我們準備來吸一個高壓純癢的一個 就是幫助恢復的一個體驗 那這個體驗就是因為在國外很常會有運動員 他們在訓練後都會去一些比較純癢的一個倉 或者是一個房間 然後做這樣的吸收 其實對於他們的修復來講會蠻有幫助的 然後台灣竟然也有了 所以想說來體驗一下 那我們就來去試一下到底在吸完純癢之後 身體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出發吧 我現在已經要開始我的體驗 我先調一下位置 太棒了 進來一個太空暢了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他其實 他其實這邊的 他其實這邊的設置是你看有一個水杯 然後我的那個 已經開始降壓了 我耳朵開始覺得有點壓力了 他現在是0.01 他剛說這個艙內壓力會降到0.2 聽說這樣是對於吸收氧氣來講 是會有一個比較有幫助的效果 我不確定啦 然後他的艙內就長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椅子 可以給他看一下這個椅子 還可以 這邊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往後躺 很舒服耶 我覺得這個企劃有點太舒服了 我可能會這樣就到後面直接睡著 真的蠻舒服的 整體來講 那為什麼會來啊 其實是因為我最近啊 在去年一連串從9月開始 大大小小的賽事其實超級多場 就是包含路跑賽啊 自行車比賽 那其實到後面啊 我去運動按摩的時候 腳都有點受傷 就是大腿的部分 其實有點小拉傷 那在骨刺頭肌的地方 其實他有點過度緊繃 導致我在一些跑步騎車的時候 其實動作上 或是一些 強度就有點受限 不太能恢復 那因為這個計畫 就是J Plus這個計畫 其實希望我可以從 一個 把身體調養到一個 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開始從0開始訓練 想要認真準備一些賽事 他現在艙內壓力已經來到了0.11 給大家看一下 覺得他已經加壓到這裡了 好 那重點是 因為我們要挑戰這個計畫 所以希望是 可以先把身體做一個好的修復 然後 所以才來一連串的 像這次來吸這個高壓存養 然後下座也安排了運動按摩 希望可以把身體 恢復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因為接下來一連串還是有 Challenge Taiwan的三鐵賽事 然後年底希望可以挑戰一下 不管是馬拉松也好啊 或者是可能 超半程的鐵人賽 可能是113 那這些目標其實都是 今年我們設定想要去挑戰完成的 所以希望可以藉由 就是一些在目前 在現階段可以把身體動作啊 先把它調整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那在接下來一連串 想要比較高強度訓練的時候 才可以對於這個 訓練效果會比較有幫助 那其實 我記得我看到這個高壓氧 其實它在國外已經也是行之有年了 就是 會有有些人是那種房子式的啊 有些是那種 比較是一個舱 像現在這種坐舱式的 它裡面就會藉由這個高壓純氧的吸取 來幫助你身體的一個恢復 那我自己其實是第一次來體驗啦 所以其實是蠻想要嘗試一下 到底在 像這種 吸純氧 然後來幫助身體恢復的效果 成效如何 因為剛好其實我在 兩天前 跟呱吉去完成了 北高360的挑戰 因為為了備戰雙塔的賽事 所以我們其實挑戰了北高 那 其實騎乘的這個距離長度 也是跟它完成了這麼長的距離 對我來講 真的肌肉的疲勞 也是非常有累積的效果 所以以現在的腳 其實是一個蠻疲勞的狀態 來吸這樣的高壓氧 感受一下到底 實際上 就是吸完會不會有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現在已經吸了4分半 那這個整個過程大概是50分鐘 所以我們就來 好好體驗一下 到底這個 有沒有什麼差別吧 可是我覺得這個擦在裡面 然後一直涼涼的氣 我過敏有點小不舒服 一直很想打噴嚏 50分了 開始卸壓了 卸壓耳朵就會開始有一種 那種突然耳鳴的感覺 但我剛在加壓到 0.1的時候都還好 體驗完成 50分鐘的這個過程 馬上就結束了 我們出去走一走 感覺一下 等一下身體有沒有什麼 不一樣的變化吧 再跟大家分享 體驗完畢 我剛剛就是坐這台 超級大 好 我們出去感受一下 我剛剛今天睡著 它那裡面真的超舒服 你們剛剛看到畫面應該 就是我一直在睡覺吧 我本來滑一滑手機 然後覺得 好像越來越舒服 我直接躺下去 直接完全睡著 但我覺得整體 吸完 純癢出來之後 身體感覺 沒有很明顯的 馬上就會感覺到 你什麼肌肉不痠痛 但我覺得比較明顯 有感覺的是 精神變得蠻好的 而且 我覺得 呼吸進來 就是你原本可能會覺得 你要吸滿大口 因為會有點過敏 但其實在 結束之後 我覺得好像 呼吸沒有這麼 就是會容易心跳比較喘的 這種感覺 就是 其實我太過敏的時候 鼻子都會吸入太多氣 就會覺得 呼吸需要很急促 但我覺得 心跳速有感覺 稍微有一個下降 但也可能是因為躺著的感覺 那我剛剛 平均去看心跳 就是在 呃 前面跟後面 當然這跟我躺在裡面 休息了50分鐘 也會有關係 就是心跳會慢慢下降 但我覺得吸收純癢 會讓這個 氧氣就 脈搏素會稍微往下降 就是蠻直接有感覺的 我看到的數據 是稍微有下降 沒錯 但應該也跟躺著休息 段時間也有關係 好啦 那這就是我來體驗 這個吸唇癢的感受啦 接下來我們即將要去的 就是運動按摩 這個Jerry Plus的計畫 從恢復一系列的開始著手 準備接下來應戰一系列的訓練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我是你的教練教練 下一集見 掰掰 哈囉大家 我是Jerry教練 我們頻道一直以來 到現在其實都是一些 有關於跑步 或是自行車的一些 訓練或教學分享 那其實一直以來 在留言當中 常常會有比較一些 專業性的問題 包括他的訓練內容 或是課表上的諮詢 但往往透過留言 沒有辦法非常全面的 回答到大家 所以我們頻道即將開啟 訂閱會員啦 那開啟訂閱會員 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我們分為三個等級 那第一個會員資格 是肉腳車手 也就是每個月 小額支柱75元 贊助我們頻道 那透過這樣的贊助 你可以獲得的 包括會員專屬影片 就是我們偶爾會有一些 肉王鏡頭 都會在專屬會員裡面 來做播放喔 那我們也會在每季 不定期的舉辦 約跑或是約騎的活動 因為常常會有人問說 教練你有沒有要到哪裡 騎車或是跑步 我們接下來 只要參加會員資格 我們每三個月 就會舉辦一次 約跑或是約騎 歡迎加入我們的肉腳車手 就可以免費參加這樣的約騎活動 那在肉腳車手 還可以加入這個專屬的LINE社群 那LINE社群當中 我也會親自在裡面 那我們在裡面 就會不定期的分享一些 不管是團購優惠 甚至是我們免費的團練資訊 加入LINE社群當中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面對面的對談 那最後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其實不定期會收到 廠商的這些公關品 那偶爾我也會跟廠商爭取一些 可以拿出來抽獎 分享給大家的這些贊助產品 那這個東西 就只有會員資格才會有的 所以你只要每個月小的 資助七屬元 你也可以獲得這樣的抽獎資格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等級 就是業餘跑者啦 如果你加入業餘跑者 除了可以享有 剛剛講的所有這些會員資格之外 你還可以享有的就是 我們每個月會固定舉辦 會員專屬的直播活動 那在直播活動當中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留言 然後來做一些課表上 或是訓練上的一些諮詢 我也會直接第一線的回饋給大家喔 那業餘跑者除了直播活動之外 你每季只要參加我們的團練活動 還會享有特別的一些小禮物喔 所以大家每季一定要來 跟我們一起團跑或是約騎喔 那最後一個也就是 最高規格的職業跑者啦 那如果你加入職業跑者 是以每個月300元的費用 就可以加入這樣的會員資格 那除了享有剛剛前面兩個 講的所有會員資格之外 最特別的是啊 你還可以參加每個月一次 屬於我個人跑團的免費體驗喔 那除了這個免費體驗之外啊 我們在每半年會推出一個 哲瑞Jerry的週邊產品 這也只有職業跑者以上的會員資格 才可以獲得擁有這樣的週邊產品喔 好啦 我在LINE社群等大家加入喔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我們到時候見